你想知道老虎怎么拔牙吗 你想看看空虫怎么开屏吗 你想来到大县联合动物交代朋友吗 我们一起看里面寻踪吧 你想知道海豚会不睡觉吗 你想看看什么有几个手指吗 你想来到动物世界采访动物朋友吗 我们一起看里面寻踪吧 好爱 本期节目里 丑丑与犀利来到了云南野生动物园 在那里来自非洲的动物们生活的怎么样呢 大块头为什么叫白袜子 小浣熊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这些问题你们想知道吗 不要着急 西里和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小白会告诉你们所有答案 偷偷告诉大家 丑丑在动物园里一直都很淘气哦 不要走开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小朋友们大家好 小朋友们大家好 想我了吗 我是西里 我是花辣 花辣 嘿嘿 花辣 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呀 想到热乎乎的肉包子 我就开心 嘿嘿嘿 就知道肉包子 当然不是只有肉包子呀 还有云南那些可爱的动物 怎么突然说到云南了 你就别卖关子了 赶快带我们去云南野生动物园看看吧 好吧好吧 咱们这就出发 嗨 欢迎来到云南野生动物园 我们的动物园呢 是一座建在大厦里面的动物园 在这里你可以跟动物一起玩 动物还可以吃你小中的食物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做这辆长点路车 进去看一看 你知道鸵鸟和邦马的家乡在哪里吗 嗯 不知道 看那我告诉你吧 鸵鸟和邦马来自非洲 在咱们昆明啊 这里四季游村 他们在我们动物园生活的可好了 你看你看 他们很高兴地在那里奔跑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诶 丑丑 丑丑怎么去跟鸵鸟玩了 让丑丑玩吧 咱们去看看别的动物吧 哇 有鸵鸟呀 早知道也和你们一起去了 谁叫你就知道吃肉包子 忘了我们出发的时间 下次我一定不会因为贪吃而错过 这么好的机会了 哇 心里快看 丑丑在跟黄金蟒玩呢 他打得真大 呀 黄金蟒 黄金蟒都突然出现 小朋友是也和犀利一样 吓了一大跳呢 来 你来看 这就是我们的野牛了 它的学名叫大鹅野牛 哇 我也可以摸摸吗 可以呀 你摸摸它看 它很乖的 好乖呀 它又有个名字叫白袜子 你仔细看它的腿 是不是像穿的这白色的袜子一样呢 小白 野牛和家牛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呢 家牛是由野牛去化而来的 但是咱们这个大鹅野牛呢 它跟家牛是没有半点关系的 它是很独立的一个品种哦 它是相当珍贵的 那如果野牛消失了 会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呢 那咱们一起来问林伯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可以实现你的任何愿望 哇 我想 我想 我想变成它 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我 超人来了 总之 我要拯救地球 拯救地球 好的 我开始看旺一inger 这因 허팝我的这нолог上 老狹有老 黑 必可以消失困 要力吗 你生命是必得的 所以 Stronglove 距禾 我这一次榜小偷 日夜寻松提醒你 保护地球 从不乱扔垃圾做起 你们这个问题问林伯伯就对了 说这个什么 我们说这个野牛 也叫印度野牛 也叫白蜡的野牛 这个野牛 它这个体重可以达到1500千克 是个体最大的牛鼠动物 那么它生活在这什么 我们国家云南的这些丛林地带 也是成群生活的 所以说它在森林里面 是在亚洲仅次于大象的一个哺乳动物 其实在这个牛鼠动物里面 精英的保持 可能对我们家序的训养 会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西藏地区 高原地区养的牦牛 这个牦牛的祖先恰好就是野牦牛 那么野牦牛的个体就差不多达到1000千克 也就是一吨的重量 而我们家牦牛就500多 这样每年我们都会从野外引进一些基因 这样的话使这个家牦牛的这个个体数量就变得很大 那么其实现在的我们的野牛 不仅仅它对生态系统有一定作用 但是保持这个基因库呢 可能未来对人类的这个用途呢 就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 我还有一个问题没弄明白 什么问题 野牛就野牛吧 为什么叫大鹅野牛 到底是大鹅还是野牛啊 这个鹅是鹅头的鹅 不是那个长羽毛会游泳的鹅 鹅头就是脑门吗 对了 大鹅野牛就是因为脑门又宽又大 所以叫大鹅野牛的 知道了知道了 哎 怎么半天没看到丑丑了 阳光下 胖乎乎的动物在地上似乎找着什么 它们摸索着 闻着 当发现有东西可以放进嘴里的时候 那双可爱的小爪子便用力按住 然后开始细细的品尝美味 在里面的生活中 可爱的小动物 它们是小幻熊 在里面我们可以给它喂食物 喂给它们喜欢吃的东西 小幻熊都爱吃什么好吃的呀 小幻熊啊 它喜欢吃苹果啊 胡萝卜啊 等等一切 那我要进去喂它们 你最好是不要进去了 因为你想得太像胡萝卜了 吱吱都进去了 吱吱都进去了 胡萝卜 胡萝卜 不许再笑了 好的 不笑了 不笑了 花啦 你再笑 我就不跟你一起玩了 嗯,丑丑可以亲手为小浣熊吃东西,太让我羡慕了 这你就羡慕了,下面还有让你更羡慕的事呢 吹着丑丑手里的食物,来回跑的动物,你们知道叫什么吗 看它那可爱的样子,我都不忍心让它再多等一会儿了 臭臭,快点给它吃吧 现在你看,这就是驼羊 是羊驼,还是驼羊呀 它是驼羊,它来自安迪斯山脉的,它毛茸茸的,就像个大棉袄一样 我知道安迪斯山脉,安迪斯山脉在南美洲,是世界上最壮观的自然景观之一哦 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 好风光 诶,师弟,你看,丑丑在划船呢 丑丑还会划船吗 你看它在园里撞去 小白小白,丑丑旁边的那个都是什么动物呀 旁边的都是天鹅,有黑天鹅和皮虎,它们都在看着吵着笑呢 这个我认识,那个有长长的嘴的动物叫做皮虎 皮虎嘴巴下方,大大的口袋,可是它们储存食物的地方哦 皮虎嘴巴下方,皮虎太酷了,我也想要它那个大皮囊 你要那个大皮囊干什么呀 可以放好多好多肉包子呀 嘿嘿嘿,又是肉包子啊 诶,快看,又一位动物要闪亮登场了 在哪里,在哪里啊 凹甲鹿龟,在中国野生数量极为稀少 被国家列为二级重研保护动物呢 西里,你看那只熊猫多好玩,多可爱 我怎么越看越像丑丑呢 怎么可能,它们那只熊猫嘛 真不是丑丑 这不是丑丑啊 什么,又蹦又跳的熊猫真的是丑丑 太调皮了 快看,真的大熊猫在那只竹子呢 大熊猫的生活是不是很幸福呀 看它,吃完竹子又吃窝头 吃完窝头,它又吃胡萝卜了 我想啊,大熊猫这圆滚滚的身材一定是和它的好胃口有关 你们认为呢 云南野生动物园 云南野生动物园真是太大了 在这里生活着很多种的动物 不光只有我们刚刚刚看到的野牛 天鹅 熊猫 还有红猫猩猩 孔雀 猫牛 很多的野生动物 云南野生动物园 简直是太漂亮了 那今天你们看到些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小浣熊 大熊猫 鸵羊 还有好多好多的动物 哦,可是我们的草桥今天有点太调皮了 下次我要带上哗啦一起来看动物们 下次再次欢迎你们来云南野生动物园 也欢迎全国的小朋友来云南野生动物园来玩 好,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玩 再见 云南野生动物园 等我呀 下回我一定要去 下回我 一眼行踪提醒您 遇到雷雨天气 一定时刻牢记 远离大树躲避 不要拨打手机 谁呢 太过分了 我说怎么买屋子的臭味呢 肯定是小客 太不像话 小明呢 你怎么了 我看看 我看看 快听啊 你都受伤了 这么不小心 他这么摔的 你 你真是太不小心了 快来来 坐着 跟你说走路的时候 不要老不舒服 跟你说这伤口 必须得好好处理一下 不用了吧 不然就会感染的 我说我今天 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真是太让人操心了 561 562 根据魔法书上说 闻了这种味道的人和动物 就晕了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想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最后一步是 要加入熊苦的能量 必须得是活着的 健康的 熊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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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得是熊吗 和马的不行吗 和马的痛苦 那么大事 有什么好风 你能让他们相当 忍不住 你能让他们感到 因为他在队里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除了吃你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什么不能吃 你还喜欢顶嘴了你 起来起来起来 我跟你说 去给我烧鸡点熊的痛苦回来 简单 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这就去杀起一桶熊 讲话 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蛋 我说完了吗 我跟你说 书上说了 这个熊的痛苦 得是在活着的健康的熊身上提炼的才行 如果这熊受伤了 活死了 就失效了 那怎么办呢 你去跟他打一点 我和熊 对 可是 没有可是 你得让熊痛苦 你还不能让熊受伤 那可是 没有可是 是 是 还是 快去 我天啊 哎 哎 让你去打熊 得打成这个熊呀 熊打不赢 要你有什么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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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蛋 你 这是什么 酱油啊 喝了它 啊 啊 什么啊 你不是挺会吃吗 不会喝了 喝了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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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回去 你也回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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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嗯 女王陛下 不如 我们也给熊喝点重酱油吧 酱油这么难喝 熊喝了 你也会痛苦的 我有一个好主意 不如我们给熊喝点酱油 嗯 酱油这么难喝 熊喝肯定痛苦 哎呀哈哈哈哈 我真是太聪明了 连我的臭疤我自己 可 可是 没有可是 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找酱油 是是是是 找完 我们就去小型家了 哈哈哈哈 是是是是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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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这是谁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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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 别乱动 哎呀 他受伤了 你看他你 受受受伤了 哎呀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哎呀 你手这么脏 再给他弄感染了 警报气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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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好不好 小型家附近有可疑车辆出没 啊 那还等什么呀 咱们赶快去看看吧 哎 哎 装备装备 装备 装备 装备带了 哎 还有你 受点小伤 把自己包的橡条卫生纸一下 赶快跟我走啊 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 你们可天哪小心哪 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小哥这么着急 可别把车给撞坏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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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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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快拿变大喷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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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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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稀里哗啦 呼叫稀里哗啦 我们现在给你传送液体 传送液体 好的我知道了 我来分析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电脑开始准备分析 首先对液体进行检测 根据液体结构 提出最纯的液体成分 最后做分析助理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七十 结果就要出来了 结果出来了 天呐 这个东西竟然是 哗啦你肯定不相信 这个东西竟然就是酱油 对就是酱油 你怎么知道是酱油 我刚刚 都都尝了一下 尝 你你居然敢尝 你气死我了 这样不是酱油怎么办 这样有危险怎么办 你以后可不许乱尝东西 嗯 好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们赶紧告诉小柯哥哥结果吧 呼叫小柯哥哥 小柯哥哥 经检验 这些液体是酱油 啊 酱油 酱油 女王给熊喝酱油 哎 那熊喝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这个问题得问林伯伯了 哗啦 笑语伯伯 哗啦 笑语伯伯 哗啦 林伯伯 小熊喝了酱油会怎么样啊 小熊啊 喝了酱油啊 不会造成什么 酱油里的一些物质呢 呃 呃 叫熊喝了之后呢 只会产生一点兴奋 哎 所以说呢 飘飘女王的这个轨迹啊 不会得逞 哦 原来是这样 小柯哥哥 你听到了吧 哈哈 这下不用担心了 小熊一点都不会痛苦 好了 我们走吧 哎 真的吗 哎 我还是不太放心 要不我们过去看看 走 行 走 回 啊 熊的痛苦 哎 反正能量已经收集完了 先去交差 哗 哎呀 我这个主意简直太好了 这么容易就收集到了小熊痛苦的能量 哎呀 我真的是美貌与智慧并重 哎呀 这个笨蛋怎么还没回来 哎呀 快一点啊 哎 小心我的宝贝 轻点 轻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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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 觉得 觉得 觉得什么 觉得 拿着 拿着 哎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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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熊也不那么痛苦吧 你没看见他都痛苦的打滚了吗 熊的痛苦 是你能理解的吗 是你能理解的吗 哼 还不快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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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说啊 那些小熊喝完酱油后高兴的满地打滚 哎 哎 哎 我跟你说啊 他们还把酱油往身上蹭了 哈哈哈哈 那就是说女王把熊的快乐当成了熊的痛苦给带回去了 对的对的 啊 那会怎么样呢 嗯 嗯 加入熊的痛苦 哇 钥匙研制成功了 以后全世界的人和动物都得听我的了 哈哈 还有吃不满的鸡腿 嗯 我得先试试 你嗯 闻闻 啊 啊什么啊 闻 你叫小来了 开始晕了 嗯 就是你 三 三 就是你 六 哎 好了 哎 现在我命令你把所有的鸡腿交出来 嗯 谁跟你说话呢 把所有的鸡腿交出来 嗯 你跟谁说话呢 谁敢抢我鸡腿我跟谁拼命 嗯 你什么你啊 可是 没有可是 哼 他都敢凶我啊 难道不是熊的痛苦啊 啊 啊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又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 又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 每次到说再见的时候我就很不开心 心里不要不开心 我们下周还会与小朋友们见面的 嗯 小朋友们我们下周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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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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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